这次谈话就讲到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六位数,一个是四位数 他们全部都是用同一个数字组成 例如六位数是用二组成的话 那就是二二二二二二 这个四位数如果是五组成的话 那就是五五五五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除完之后有双,然后有一个余数 那跟着了,如果他们两个数字都同时少一个位的话 那就是由六个二双一个变成五个二 那这里四个五双变成三个五 那五个二除三个五呢 得出来的双也是这一件 双不变嘛,但是余数呢 就是原本一个,然后减一千 然后要我们找这两个数的 那既然是这样,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那如果它是用二组成的话 那就会变成六个二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件事 那我们就假设这个备除数是x组成 那备除数由y组成的话 那备除数就可以写成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乘以x 那如果是2的话 那你六条一乘以一个2 那就立刻变成六条二 那旁边的y也是同一样道理的 那四位数呢,也就是一一一一乘以y 那然后它们两个双除了 那有余数有双又有余数 那所以呢,form出来的那条式呢 那这样就会变成 六条一 个x 就等于 一一一一一个y 那由于双是233 也就是这一个y 就乘以233 那然后再加 这个reminder reminder 一般都是用r来做这个符号 那然后大家各小了一位的话 那就是 六位变成五位 x 就会等于 一一一一个y 那乘以233 那又是有reminder 那但是这次reminder 就少了一千 那就是这样了 那然后呢 既然我们两条式呢 都有reminder 来做这个符号的话呢 那我们不如将reminder 放在一边 那然后将其他一天 踢走它了 那所以呢 这次我们 这个reminder 就可以写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个x 减一一一一个y 乘以233 那下面那条呢 就可以写成r 这个是r 等于 一一一一一个x 就是 减一一一一个y 乘以233 然后这个符号呢 再加一千的 那由于 r 那这个符号是等于r 那么reminder 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两条式 等于它了 那这样子 合拼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有6条1 那 那 x 减 4条1 個y 乘以233 这个符号等于 5条1 这个x 減 111 y 乘以233 那 然后这个符号再加一千的 那 然后简单的代数 代数完之后我们就会找到一条这样的关系式 X和Y的关系式 就是100个X 减233个Y 就等于1 既然是这样 也就是在肆里写 也就是 X 就等于233个Y 加1 除以100 有一条这样的东西 到最后最后我们既然要知道 被除数是由X组成 除数由Y组成 我们又有这个关系式 接着就试 基本上都很容易看到 Y要乘以一个233 这样才会等于某某数乘以100 33 起码都要知道这个东西 起码都要乘一个3 这样才会等于某某某的99 再加1才会出100 那么 1和2基本上都不用试的 就觉得它是不太完整 不如就试试Y等于3 所以呢 如果当 如果当 Y等于3 就会发觉 X等于7 随此之外 我们就找不到有其他整数解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答案就呼之欲出 那么今次呢 计算出来的两个数呢 那么 这个被除数呢 就是由6.7组成 那么 除数呢 就是4.3组成了 5 5 2 5